当地时间5月9日 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远程奔袭约1500公里之外 袭击了俄罗斯80基里亚州的一家主要石油加工厂 路透社援引基辅方面情报人士称 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距离最远的一次袭击 报道称 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南部的两个油库 基辅方面 试图通过袭击对俄罗斯经济和战争刺激至关重要的能源设施 来削弱沿浙西领土前线推进的俄军实力 俄新社则援引俄罗斯紧急服务部门的说法称 乌方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一家石油加工 石化和化肥综合工厂的一座泵站建筑 该工厂位于巴什基里亚州 是全俄最大的此类工厂 该地区政府首长表示 尽管遭到袭击 但该工厂仍在正常一转 路透社无法确定无人机是从哪里发射的 以及其属于什么类型的设备 而距离当地最近的乌克兰政府控制区在1400公里之外 基辅消息人士称 这架无人机飞行了约1500公里 创下了新的记录 并在袭击中击中了一个催化烈化装置 这表明俄罗斯为军事设施服务的裂油厂和油库 即使在后方也不会感到安全 俄方回应称 这种袭击相当于恐怖主义行为 并表示 自今年3月中旬以来已经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了报复性袭击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乌克兰电力系统恢复能力的担忧 据报道 自今年年初以来 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加工设施的无人机攻击 其一名北约官员4月初的估计 俄罗斯15%的炼油能力受到了破坏 而据路透射4月15日的计算显示 罗莫斯已经能够修复一些遭无人机袭击的关键炼油厂 将因袭击而闲置的产能从3月底的近14%降至10%左右 消息人士称 这两起袭击都是由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实施的 案称 SBU将继续降低俄罗斯发动战争的经济和后勤潜能 俄罗斯方面也证实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家炼油厂骑虎 并有几个油罐损坏 期间大约有6架无人机被摧毁 但碎片落在尤罗夫卡村附近的一个设施上 从而引发了火灾